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我今天看到一篇報道 挺值得和大家分享 這篇報道是這樣說的 黃色教師試約校園 煽動學生欺凌警察子女 景義代無奈轉校 有警嫂日前在網上發文 透露他就讀在藍田聖工會 德田李兆強小學二年班的七歲仔 遭到黃色教師的標籤身份 不但經常無故責罰 更煽動學生的仇警情緒 兒子遭到孤立和嘲笑 更出現自殘行為 光頭警長劉澤基在微博上分享警嫂的信件 透露事件中的男童已經由有心人 找到合適的學校來轉讀 我對於這篇大公報的報道 也有很多傳遺之處 首先在這間小學裏頭 我認為無論是師生 都買他怕 倘若真是知道他是景義代的身份 就未必肯埋他身和他交友 為甚麼呢 跟他合照拍照 都怕且會觸犯禁制令的時候 或是在他的Facebook社交平台 都幫助說會起他底 還哪有人敢跟他交友呢 再者這篇報道說到 這名景義代的學生經常被教師無故責罰 其實這個標準真的非常見仁見智 到底有沒有查清楚 該名學生是經常在教室裡犯事 所以就遭到責罰 還是基於他那個景義代的身份 不排除那些怪獸家長 當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在學校遭受到教師責罰以後 就去大興問罪之師 濫用這些投訴的機制 這些怪獸家長大有人在 凡親自己的兒子遭到教師斥責 就說他是無故責罰的了 到底是哪一種情況呢 能不能夠交代得清楚明白呢 而且就算是責罰你的兒子又怎樣呢 比如說在教室那裡 威嘩大叫 在圈鬧的 一定是會遭到教師的斥責 無論是景義代也好 什麼二代也好 照樣都會被教師來處分 難道這些是不可以這樣做嗎 景義代並非代表特權階級 還有他又說到被教師標籤了身份 我又不太明白了 明明警察就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職業 自稱忠誠勇毅心系社會 是法治的捍衛者 怎麼會用到標籤這些負面的詞彙 更何況就是 到底是這個景義代的學生自己爆料告訴別人 老爸是警察 還是教師說出來 按照計不會說你老爸做什麼 大家讀中學小學的時候 請問你的班主任會不會 上課的時候跟你說 你老爸做警察 只要響口別人才知道 還有一篇報道說到 那名的景義代遭到孤立和嘲笑 這又是比較奇怪 你遭到孤立和嘲笑有很多因素 不一定是基於你所謂的景義代身份 比如說你有沒有在這個學校 平時就哈哈巴巴欺負其他學生 只因為你老爸是警察 所以就麻煩了 這樣呢 還是基於學生自己玻璃心 人家的同學都不想跟你玩 你又覺得自己是遭到孤立 還是怎樣呢 太多這些不同的因素 是需要作出調查的 但是我就建議一件事 既然覺得景義代身份這麼敏感的時候 不如索性成立一些警察子弟的學校 在大灣區的樹上課 整個寄宿學校 全部都是景義代 一定是天下太平 一定是人間仙境 簡直就是烏托邦學校 所有學生之間都是互助有愛 完全不會出現一些欺凌的個案 全部都是景義代 一定是乖乖子女 你可以嘗試搞社會實驗 看看這些學生之間會不會完全是零紛爭 完全是不會出現這些拉幫結派 小圈子這些東西 搞一下這些學校 你看一下 大哥 你不能將所有東西 歸咎於景義代身份 繼而想向那些學校 或者教師來開刀 這些東西不科學 對嗎 好了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 今天在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員就開始談一件事 就是討論這個紀律部隊 即是架構檢討 會上很多不同的紀律部隊工會都有出席 包括海關和懲教署的人員 到底他們想去談什麼呢 就是建議政府應該給各個紀律部隊 去劃一的雙同身仇架構 這件事我是絕對支持的 不能夠被這些警察 好像獨領群雄那樣 他們是威風的 他們的警察的身仇 永遠高於其他紀律部隊 包括消防海關、入境、懲教 他們是威風的 這件事是不對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看其他的地區 比如澳門、新加坡和日本 他們的基本警員和消防員 那個起身點是相約的 最多只欠百多元 現在香港的起身點欠了差不多三千元 只是說警察和消防 都不說其他的紀律部隊 這件事就是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而且一定要支持所有紀律部隊 劃一這個新酬 為什麼呢? 使得警察心理不平衡 肯定心酸酸酸 心裡不是未宜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頓時會失去優越感 優越感從何而來? 就是我的起身點 由一開始就高於其他紀律部隊 而且每一個的增身點 都是保持著一定的差距 再加上這些紀律部隊也好 公務員也好 其實他們只是計年資 越做得久 跟你的新酬的差距就越大 所以他們就有這個無名的優越感 一定要剁掉它 退宣布同工同酬就最好 一不然你就削得跟消防員一樣 你不想別人加的時候 這就牽涉到所謂餘蛋論的問題 因為現在其他的紀律部隊要求 和警察劃一的新酬 其他所有紀律部隊都有一家 唯獨是你警察沒得加 這就是餘蛋論 你沒得加就不想別人其他人都有一家 你沒得加就不想別人其他人 那你削吧 人家不加了 你削吧 這班人是多餘的 永遠製造一個所謂警察和消防之間長年的矛盾 其實這個薪酬的不同 就是很大的因素 人家都是一個緊急紀律部隊 當然現在還沒列入 只有警察是 所謂緊急紀律部隊 消防一樣緊急 他沒有救急扶危嗎 是不是 他一樣是有救火的 一樣是有攀山洩水的 為甚麼人家的工作 不比你差 加上你葉劉在立法會那裡又盲撐 誒買廢話 他怎麼說呢 他真的不怕被人制裁 他就說 香港警隊根本做了國民防衛軍和軍隊做的事 昨天又有警察被人撕了 喂 葉劉這句話真的充斥著問題 首先香港警隊就還警隊 解放軍才是軍隊 他怎樣做軍隊做的事 即是你踩解放軍沒有做事 還是怎樣呢 葉劉你想表達甚麼意思呢 更何況是軍隊是要對付外敵的 他要抵禦外敵入侵的 喂 你的軍隊用來鎮壓人民 當然有些軍隊是專門鎮壓人民的 但現在香港警察擺明你不是抵禦外敵 你是針對本地的青年 針對本地的年輕人 你這算甚麼軍隊 真是不知所謂 還有說 昨天有警察被人撕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這句話在說甚麼 昨天在中環被人撕了那幾個警察 你自己騎身不靜 又不抱著委任證走進去 就叫要腰斬那個集會 人家誰知道你是誰 好了 如果你抱著委任證走進去 都被人撕的 那沒辦法 不過那些人就變成了襲警 但現在真的不知道你是誰 不知道你是甚麼 可能是普通藍絲也不定 那你自己應該先抱著委任證出來 你又應該先睹出警察 做好自己的本分 因為有屯門警署外面劫案的前居之駕 有個阿伯就愚愚愚 被人自稱警察 他真的拿過身份證被人檢查 然後連他帶錢也搶了 你這些是真的有案例在樹 不是假的 真有其事 至於昨天那幾件被人撕的時候 有沒有人知道他是警察 你就查一查他 開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最後想說下一件事 就是關於《立場新聞》的記者 被一名警察拿著身份證展示 向那個直播的鏡頭 今天這個公共關係科的總警司 郭家全就接受電台訪問 去了香港電台的千禧年代 他就說當時不知道記者正在進行直播 你真是多餘了 這些藉口 這些是否說謊不眨眼 記者去採訪現場 他不直播又做甚麼 握著鏡頭 在玩嗎 這些是否說得過去 是不是低B 你低B 你也不要當市民低B 不做直播又做甚麼 在托岔 還有 你根本是濫用自己的職權 使得記者陷入兩難 你故意假裝檢查身份證 檢查身份證的背面 你當人白癡 為甚麼正面向著鏡頭 你檢查甚麼身份證 還有使得記者陷入兩難 如果他關機的話 他就沒辦法把現場實況 傳遞給全世界看了 他就有選自己作為記者的專業 他不關機的話 他就把自己的個人私隱 就暴露給全世界看 你只使他陷入兩難 當然 最後其實每一次 那些記者都是嚴守著自己的專業 寧願忍痛把自己的私隱 身份證的資料曝光 都不肯去關機 你只是看中這件事 就是欺負別人 所以現在私隱專員 再去接手調查這件事就對了 不過查成怎樣 大家就拭目以待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